范贤本以为打开箱子就能解开疑惑,没想到却带来了更多的谜题,此来想去决定暂时放下这一切。 这时王奇年找上门来,原来所将是陈平平的人,陈平平还让他告诉范贤放心去做想做的事情,他会给他茶缺补漏。 为了将假钥匙放回去,范贤让婉儿带自己以随行太监的身份进宫,并将真相告诉了他。 进宫后,婉儿找借口支走了太后,范贤偷偷留了下来。 长公主总觉得刺客之事奇怪,于是让燕小仪找太后请一指,命各宫都查看有没有丢东西。 范贤正要将钥匙放回去时,燕小仪过来请指,察觉到寝宫里还有呼吸声,想进去查看,却被宫女拦住。 太后答应了长公主的请求,突然想起自己床下的暗格,便匆匆回房查看,看到钥匙还在,她才松了一口气。 燕小仪将事情告诉了长公主,长公主猜测刺客可能是太后的人。 范贤因作诗而名声大噪,就在满大街的人都在谈论此事时,天上撒下很多纸张。 纸上写着长公主卖国通敌的恶行。 严若海知道此事后找到诸葛,他非常气愤视长公主卖国导致自己儿子身陷危难,并告诉诸葛自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 陈萍萍来找范贤,直言拆穿了此事,询问范贤为何要针对长公主。 范贤将所听之事告诉了陈萍萍,得知了他想要将长公主赶出京都。 陈萍萍很快就上了弹劾长公主的折子,但长公主却将郭优之推了出来,让庆帝将其隔职查办。 很快郭福便被查封,郭优之见抄家的人除了刑部还有敬畏,心中明白这是庆帝的意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